阿拉阿阿阿阿阿 來到101餐館逛街或是用餐 穆斯林都可以到這個空間 方便他們禱告 台灣在交通運輸 社會安全與信仰自由等 都表達了對穆斯林的友善與尊重 陸續有多個旅宿與餐廳 提供友善措施與觀念 台北市貫財局在108年開始 啟動這樣子的穆斯林的經驗 跟旅宿業的輔導計畫 那當然我想如同我們在這幾年下來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 讓穆斯林的朋友來到台北市的時候 他們的一些服務像是祈禱室 靜夏設施 還有比如說祈禱的時候需要用到的碳子等等 對於他們來講就是 每一天必須都會使用到的 但是對於許多國家跟城市來講 其實要固設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並不是相當容易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從108年開始到現在 我們福島大概78家 包括像旅宿、景點等等 但是其實對於能做的事情還非常多 我們希望能夠在台北市 總共有大概600家的一個 旅宿業者來看我們希望能夠推廣到 至少也要到150家或以上或更多 那我們這三年下來推動了大概80家 其實不算太多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努力 那此外我們在知名的像景點 像101 像主導101 台北市區多多的交通設施便利 地方像台北車站也是 那旅館跟飯店提供大大認證的食物 那提供給這些穆斯林的朋友 目的都是希望讓大家感受到台北市 是一個最多元最包容友善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也年度的來舉辦 開災節穆斯林家電華 那讓穆斯林的朋友在台北市 能夠生活更便利 更舒適 這都是我們台北市政府在 推動穆斯林友善的政策上 非常重要的目標 那也希望這樣子的計劃成果 能夠繼續努力推動到更多地方 那國境從10月13日解封之後 我也希望我們許多的旅宿業者 已經能夠迎接更多的一個 穆斯林的朋友來到台北 那穆斯林的一個有人口 有在全世界是 我想是首居一指的 上億的 上數十億的一個穆斯林朋友 都歡迎來到台北市來做個旅遊 這是我們在政治成果上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成績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與台北市政府合作 一起參與今年度的 台北市穆斯林友善祕術 以及景點的這個輔導的一個計劃 那今年呢 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全台北市已經有 曾如主持人剛提到 有78家 達到了這樣的一個驗證 那麼其中不凡 許多過去我們都認識的 許多好朋友 也都有許多接待的 穆斯林的一些經驗 當然在過去疫情的這三年期間 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 有許多的旅館 我稱之為局長所言 他調整為防疫的旅館 但是我們也發現 在這過程中有許多來台灣 念書工作 甚至經商的路徑防疫旅客 他們其實是穆斯林 他們其實是穆斯林 那麼在這段期間內呢 因為隔離非常的長 禱告跟飲食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開心這次參與的一些旅館朋友們 他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性 在輔導的過程中 他們很貼心的替我們的路徑朋友 每天三餐準備了哈拉的這個餐點 以及在客房設置的 許多相關的一個設備 那隨著我們開放的這個時間呢 我們也期望 接下來呢 今天有許多在場的一些駐台的 一些食館跟食節 他們出席呢 有機會呢 我們把握這個機會 跟他們多做一些交流跟介紹 也希望我利用這個機會 向在場的各位食館代表大使 來說明一下 台北市為了爭取 國際穆斯林來台所做的一個努力 以及業者所準備的一個用心 此外也有許多來台就學的穆斯林 有感而發分享在台經驗 感謝就是台北市政府 還有我們所有的這個景點 還有我們的女書位者的努力 比如說呢 他提供了很多 我們提供了很多 穆斯林朋友在飲食跟生活上面的一些便利跟友善的設施 比如說像今天台北101 台北車站 還有像是國際會議中心等等 都有穆斯林專用的一些祈禱式 還有靜夏的設施 然後所以他讓我們這些穆斯林朋友其實感覺非常的安心 那所以他覺得他真的是做了一個很正確的選擇來到台北工作或學習 因為他覺得他其實是受到了很好的對待跟尊重 那所以他也是再次一直感謝我們台北市政府的努力 那也希望其他城市可以跟台北市一樣 就是提供穆斯林友好的環境 就是他帶著頭巾走在台北的街頭 發現在這些公共場合呢 也都是覺得很舒服自在的 不會受到任何的這種歧視 那他覺得台北的教育跟日常 就是教育的環境包含了各個大學 然後跟這個日常生活當中呢 給他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穆斯林友善的環境 那包括了當然台北有很多很好吃的地方 也都有提供這個Hala Food認證的食物 包含他自己很喜歡吃的牛肉麵 西門町的牛肉麵啊 然後有什麼炸雞大師 他說他的一些穆斯林的好朋友 都是很喜歡吃這些食物 那當然也希望呢 就是他的好朋友像家人來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說也很放心 如果家人來visit他的話呢 在台北的各大飯店 還有包括早餐都有這個Hala人這樣的食物 那包括像是剛剛提到喜來登到萬豪這些 他都覺得說家人來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幾年就是特別多的印尼學生 那我們這邊呢就是跟台大的國際組 這邊有合作 包括在疫情的中間 學生呢住宿就是會在 特別印尼的需求是會要求 就是他想要事先知道說住房的方位 那這個在過去我們其實還蠻傷腦筋 就是不知道這些要求 那他們特別也會在就是來台灣之前搜索就是有沒有素食餐廳 那因為在公館這邊其實他其實算是還蠻多元 就是還蠻算蠻國際化的 在譬如說水源市場 它就會有雙雨的Menu 然後在路上其實還蠻容易看到就是有穆斯林穿著的學生 然後特別今年我收到的資訊就是台科大 哈光印尼級的學生就有一千位 然後所以這個市場是非常大 不過就是說在建制上面 其實我們一開始會覺得說會花非常多的錢 然後剛好那個官傳局這邊就是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我們在過去已經大概知道就是說 穆斯林他的這個人口會非常多 那只是穆斯林來台灣最擔心的就是說 每一種食物可能都含有豬肉 所以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是先介紹了素食餐廳 然後我在想就是除了我們旅宿這次拿到認證之後 我們可能還要再更深入的了解就是說 在穆斯林在飲食上面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介紹這周邊的環境給這些穆斯林的學生 看好穆斯林潛在19億人口的商機 觀傳局2019年起積極推動穆斯林友善環境計畫 協助台北市景點及旅宿業者做好宗教生活 必須的飲食及祈禱需求的相關設備 今年福島兩處景點及13家旅館 四年來也已福島78家 期盼穆斯林朋友可以感受台灣的多元友善包容性 感受便利的觀光生活體驗 Welcome to 台北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對啊 我不是說